厂后第一天,医护人员就给我拿来了吸奶器 第一天什么都没吸出来 第二天吸出来几滴 我跟小熊激动的赶紧拍照留念 接下来几天吸出来的奶越来越多 我大约每三个小时吸一次奶 每天都要坚持 一开始我的产奶量不足 宝宝喝的是母乳库里面 其他宝妈捐献的母乳 现在爱美丽喝的全都是我的母乳 吸好的母乳,吸好时间和日期 要放到冰箱里 每位宝妈都有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盒子 宝宝要喝奶的时候 医护人员就会过来取母乳 这边是吸奶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需要用的时候就自己过来取 有不一样的尺寸,选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用完的器材像这样拆翻一下 方便工作人员清洗 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母乳 医护人员会先加热 然后在母乳里面加维生素 蛋白质和盐 再通过这个喂食的小管子 直接喂到宝宝的胃里 因为爱美丽是早产儿 还太小,自己不会喝母乳 所以暂时只能用喂食的管子喂给它 早产儿的肠胃功能发育的 没有足月的宝宝那么成熟 喝奶粉的话肚子容易发干便秘 所以最好喝母乳 母乳里有宝宝长身体需要用到的营养 还有天然的抗体能够避免一些病毒的感染 所以我的三个宝宝都是母乳喂养的 好了,今天先聊到这里 下次见了,拜拜喽